一下飞机就去发布会了 很顺利啊 妈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你保住 妈 拜拜 这是你的吗 是 谢谢 谢谢 这种多肉植物 又洗湿又洗阴 又怕冷又怕热 很考验养花的人呢 你认识这些植物 知道一点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了 谢谢 你也在恒生上吧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没有 我是过来面试的 这种植物 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有很多的学问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远不近 不冷不热 要给予充足的阳光和水分 我会记住的 好不容易过了今天的第二轮面试 真像过关打仗一样 而且还派了高层过来 是啊 听说 那个首席技术官李牧尘也会过来面试 要是被他选上的话 我就能直接进入核心部门 老天保佑啊 加油 还真是有点紧张 别紧张 第三组 二百二十号 二百四十三号 二百五十八号 是我 二百六十五号 二百六十六号 我 请进 请大家按照次序接受考核 请进 现在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 我认为 未来世界的改变 一定是由一次全新的技术改革带来的 我希望 我可以将自己的青春 投入到一份令人无比期待的工作中 其次 恒生的管理层年轻有为 朝气蓬勃 这代表了恒生的一种文化 在恒生 有很多和我一样优秀的年轻人 我非常期待与他们一起携手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 记得她在学校的时候 考试成绩非常好 不是全系第一 就是全系第二 真不愧是我的学妹 真是为母小镇过 既然你跟她同一个学校 那可能这件事情由你来办 再合适不过了 这是 这是 她在华尔街实习时的资料 不是真的要做得这么狠吧 她的身份特殊 很有可能被反对派拿来利用 所以我们该做的 就是让她知难而退 每人到时候我妈出手 她会面临到更多的麻烦 对 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我去了 告退 林小姐 刚才的表现很优秀 真的吗 那您觉得 我能通过今天的面试吗 回去耐心等待吧 我相信在五个工作日之内 你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您 各位面试者 我代表恒盛集团 向大家表示歉意 恒盛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为了迎接庆典 我们人事部刚刚收到消息 要暂时取消此次的面试 记底时间呢 请大家回去收取消息 怎么会突然取消呢 为什么要取消啊 那什么时候才有消息啊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定 如果一有消息的话 我会立即通知大家 谢谢大家的谅解 真倒霉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今天明明表现得还不错的 没关系呢 还会有机会的 谢谢 这次的招聘活动 不是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动 李总 古董事长刚刚下达的命令 具体什么情况 我这边也不太清楚 好 谢谢 不客气 对 这也太不好 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会说变得 真是太不靠谱了 就少不讲信用 幸好咱们 不客气 对 这也太不好 请进去 请进去 我都会对你 我都会听你 这次 我一定是 你还能看 你会的 还没 任何人 你也该为 你再变成 你 真是 伤长的 我 你被 推出 吻 你 我想回去再等等 看看有什麼新的變化吧 謝謝 餵 瑤瑤 餵 林 不好意思 我早上出去有點急事要辦 就沒有我過去找你 怎麼樣 面試結果 是不是有什麼好消息啊 咱們慶祝一下 剛受到通知 說為了迎接橫生慶典 所有招聘事宜都暫停了 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通知 怎麼會這樣 威林 你先不要難過 我幫你想想辦法 這樣吧 你在大門口等 我不要走 我一會兒過去找你 瑤瑤 瑤 林總好 我聽說咱們在那邊 林總好 您好 我已經取消了 這應該就是我的英國首席吧 這應該就是我的英國首席吧 下了飛機我直接去的香港 都沒有時間給你 每次都是這個 我的辦公室快變成植物園了 誰叫我媽這麼喜歡你啊 她說你工作忙 肯定沒有時間去看她 所以就用這盆小花 代替她照顧你啊 她照顧我 應該是我照顧她吧 怎麼樣 叔叔阿姨都還好嗎 挺好的 他們每天早上醒來以後啊 都和農場的工人們一起放牛 然後四處走走看看 真正過上了田園一般的生活 他們啊 真是比我們還會享受人生呢 對了 說起正事啊 國外的科技公司 我已經考察過了 對方很積極 科研態度也很嚴謹 所以我想資助他們 關於數字技術的開發工作 好的 技術的事情就交給你了 對了 突然接到董事長那邊的通知 說所有的招聘工作都停止了 怎麼之前沒有這樣的預兆 怎麼了 聽你的語氣好像挺晚期的 是有其他人選嗎 其實有一個女孩兒叫林維玲 她是斯坦福大學經濟系畢業的 出身很好 而且人也挺優秀的 是有些可惜 這次通知確實有些突然 只能等到下次再沒事了 到時候再拜託李技術官 多得為恒生盡心盡力 招聘那時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林維玲 王學長 你怎麼會在這兒啊 麻煩你跟我過來一趟 回來了 回來了 這花一定是牧晨送的吧 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有信 能收到牧尘亲手在的话 大家都知道 公关部的姚经理 是横胜公认的女神 不知道有多少人 明里暗里的仰慕 我要是送花给你的花 不知道要受到 多少男人的骂呢 牧尘连拒绝人的借口 都说得那么让人开心啊 花不用送了 饭总可以一起吃吧 一会儿一起吃饭 花都没有胆量送 饭就更没有胆量吃了 好了 你们先聊吧 我先去工作了 先走吧 对了 养这盆花的时候 要不冷不热 阳光水分 都要保持得充足 就像跟人相处一样 隔段时间 我会再来看她的 我们恒盛的男神 都变成花神了 说话好神哪 她刚刚说什么 你听懂了吗 学长 你怎么也在横胜 也是过来面试的吗 我怎么可能过来参加面试 现在我面试别人还差不多 想当年 我们两个同一个导师 都是各自年级的第一名 没想到 同人不同命 一年前的我 就已经在恒盛上班了 现在是总裁助理 而你 想要在恒盛担任一个普通职位 恐怕也没什么希望了 这个你还记得吧 这是你在华尔街实习时候的资料 里面清晰地记录了你 卷入其中一桩商业案件 当年因为这个事情 你差点被学校开除 你知道 对于一个金融从业者来说 公布这些资料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你将终身背着你所犯下的 那个错误 再也无法在金融界立足 哎呦 我说 你不真的 你还认为 我跟我有项目的 你不认为 都不认为 我真的 我认为 你马上 你还是 这真的 你不认为 你也跟有 你所谓的 都说 你怎么认为 还在个人 你不认为 是 你 你们 还有案件判决书呢 是胡千宇要你这么做的吗 你们到底想干吗 我们的导师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也知道 现在他年事已高 非常遗憾没有一个学生 能够继承他的学术一波 我已经和他联系过了 说你会继续读完他的硕士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胡总会负责所有的费用 你不用像读大学时那么辛苦 你也知道我这么做的用意吧 走 离开恒盛 回到马国 胡总好 你好 胡总好 好 人呢 去哪儿了 怎么了 你在找谁 没有啊 我有东西来的办公室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马上下来 你也知道我 你不认为我 我应该是 你不认为我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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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转告胡总 如果他想用这桩商业案来威胁我的话 不好意思 我是不会答应的 也请他放心 喂 瑶瑶 瑶瑶 我还在恒盛呢 什么 一起吃饭 一起吃饭 太尴尬了吧 没想到这么巧 刚好碰到维林来面试 瑶瑶 你应该不介意大家一起吃饭吧 你看我说了什么废话 你们俩本来就是一家人 当然不会介意了 你见到维林应该很惊喜吧 当然惊喜啊 又惊又喜啊 王特助 现在应该已经是下班时间了吧 如果你还有其他事情的话呢 就不用费心在这陪我们了吧 我的工作没有假期 对于我来说 老板的吩咐 任何时候 无条件出现 无条件陪伴 无条件执行 老板 现在我们去哪儿 去UC技艺术区吧 那里有家酒吧不错哦 好啊 走 走 威林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为了欢迎你回国 今天一定好好庆祝一下 等一会儿啊 我拉着千语喝酒 等她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跟她说 让你在恒盛留下来 你一会儿要记得好好配合 这行得通吗 瑶瑶 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吗 酒壮人胆一泄人壮 喝了酒之后 是最容易说实话 和提要求的时候 等一下 你们两个敞开心扉 好好聊一聊 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这点要求 总不会不答应吧 可现在 恒生已经宣布要暂停 所有的招聘计划 所以你才要打感情牌啊 放心吧 靠我的 怎么每杯都这么迷人呢 我要选你 选你 还是选你呢 哎呀 怪不得人家说 选择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这几杯我全都要了 好的 谢谢老板 这些全都要了 慢用 吃这里的退椅 大家尝尝吧 不是吧 这不是买给我的吗 女生呢 都喜欢喝甜的 那王特助 你也喝一杯吧 哦 那我就当你在夸我 英俊潇洒之余 又同时兼具女性温柔 又有耐心的特质好了 千语啊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星医为什么不让维林回来呢 以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不让维林回来 现在他毕业了 又不让他回家 为什么要让维林在外面受苦呢 星医是想锻炼我的独立能力啦 而且在大学期间 有很多同学都没有回过 这叫锻炼啊 我怎么不见我爸这样锻炼我呢 再说了 锻炼总要有期限吧 你现在已经毕业了 为什么不让你进恒胜呢 而且林伯伯是恒胜的创始人 你留在恒胜是理所应当的 千语 玫琳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就像是你的妹妹 你应该帮她一把 让她回到恒胜吧 工作的事 我们回公司再说吧 今天是Happy Hour 我们是来放松的 瑶瑶 我想靠自己的能力进入恒胜 当然要靠自己的能力了 但是有能力也要有人认可吧 千语 你觉得维林有没有能力留在恒胜啊 维林的水准 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我可是她的学长 她的实力我最清楚 这一次维林回国 我特别高兴 来 我敬你一杯 我不喝酒 维林从来都不喝酒的 你还说你是她的学长 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这是我不好 我不够了解维林 你俩果然是好闺蜜好姐妹 来 那我敬你一杯 杨瑶礼 我再敬你一杯 上车 上车 我跟你说我都老变了 我不叫瑶瑶经理 我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 叫我瑶瑶 瑶瑶 干 干杯 瑶瑶喝多了 你帮我把她送回去吧 谢谢 你走那么快干嘛 你在害怕什么 带你出来 就应该送你回去 干杯 上车吧 因为我让她来喝 瑶瑶 喝酒 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们两个已经送回家了 你要不然送我到宾馆 要不然就让我在这儿想 把你送回美国去 我要跟你说的话 数位下午已经说了 毕竟住酒店不是太舒服 你早点回美国吧 胡千亿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你已经忘了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那时候算是感情吗 如果是 也不过是哥哥对妹妹的感情罢了 请 请 我感情 先走 陈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看这边 看这边 胡董 您好 胡董 您好 听说恒顺集团创始人的女儿已经回国 但是面试恒胜却履遭拒绝 请问这是真的吗 这件事是否跟之前 新曝光的遗嘱有关系 是否是恒胜高层有意为之呢 是啊 胡德 说一下吧 您这招太狠了 这真是釜底抽薪哪 是 我就是要今天 当着这么大的场面 给他们来个难堪 我看他们怎么收场 非常感谢大家对恒胜的关心 感谢各位的大驾光临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 林维玲小姐确实已经回国了 她也确实来我们恒胜参加了面试 至于有没有录取 尚未定论 等到录取的结果一出来 我们会第一时间地告诉各位 今天是我们恒胜三十周年的 新闻发布会 我希望各位能够把目光 集中在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上 谢谢大家对恒胜的关心 那接下来呢 就由恒胜的公关部经理 瑶瑶小姐 来为我们主持今天的发布会 感谢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为了迎接恒胜集团三十周年庆典 我们将计划举行一些活动 包括慈善捐赠文艺会演 历史回顾以及新产品的发布 今天为了拉开庆典活动的序幕 我们将在现场举办一个慈善捐赠的仪式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邀请胡兴董事长为我们捐赠剪彩 谢谢大家 胡董 胡董 您刚刚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面试既然已经结束 就应该已经有了结果 您是不是觉得这个结果不便于公布 所以您才故意拖延 另外 恒胜三十周年庆典在即 如此大张旗鼓地对慈善事业进行报道 是否有作秀的嫌疑 如果恒胜高层真的有慈善之心 又怎么会容不下公司创始人的女儿呢 请胡董事长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怎么就容不下创始人的女儿 请正面回答一下吧 胡董 请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请您回答一下吧 胡董 是啊 回答一下吧 你说一下吧 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 就让我为胡董事长回答这个问题吧 恒胜从事慈善活动从来不是作秀 有一句话说得好 能力越强 责任也就越大 身为一家上市企业 我们恒胜从来没有忘记过 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也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恒胜一直不间断地 举办慈善活动 这一次选择在三十周年庆典之际 将这个行为公开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 号召更多的朋友 来加入我们的慈善活动 也让所有的恒胜员工铭记 他对社会有感恩的吸引 那关于林小姐的事情 胡总 您能解释一下吗 不懂 您正面解释一下 不懂 您正面解释一下 不懂 您正面解释一下 林维林小姐 确实完成了我们公司的面试流程 既然有了面试 那当然有结果 既然大家如此关心 那我们就开诚不公地告诉大家 我们决定不录用林维林 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对啊 公主说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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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维林小姐的专业素养 确实非常优秀 不过有证据指出 她在美国涉嫌商业犯罪案 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 这将会影响到她的职业生养 这什么啊 所以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 我们决定不录用林小姐 谢谢胡同的回答 对啊 谢谢 小董 难道就这么容易让她过去了 别急 好戏还在后边呢 怎么 王那边搞什么 来 林小姐 林小姐 是林小姐 是啊 林小姐 林小姐 您要说的什么 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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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现在既然你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您对刚才胡总的话怎么看 是 是 是 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跟我们说一下吧 林小姐 看见这个 林小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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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仪 都是我年纪小 我不懂事 我不应该跟哥哥谈恋爱 我以后都听你的 求求你 原谅我吧 这卡里面的钱 足够你在美国读书的 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你走吧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哥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这庄商业案确实存在了 当时 因为实习团队经验不足 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作为当时的团队领导 我确实应该为这件事负责 但是从恒胜的角度来讲 胡董市长 是恒胜的创始人之一 经过这么多年的验证 已经证明了他卓越的工作能力 有他掌管恒胜 当之无愧 就我个人而言 自我出生以来 胡董市长 就对我照顾有加 事如己出 我无意参与到今天恒胜的股份 纠编之中 希望大家 一如既往地支持胡董市长 和恒胜的管理层 谢谢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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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以为你找他过来 我们今天有好戏看 没想到他还替胡心说话 回头我再收拾他 妈 多吃一点 乖 其实呢 我觉得 你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 比以往成熟很多 谢谢妈 其实这些资料 我一直都留在身边 没有对外公布 为的就是有一天 可以对付这些反对派 不过万万没想到 媒体却对这件事情抓着不放 还把当年的事情 查得一惊二处 他们还认为 之前商业犯罪的事 不是林维林的错 是林维林的错 说他很有责任感 很有担当 还说我们不尽人情 诺大一个上市公司 却连一个创神的女儿 都入不下 那倒是挺困难的 现在我们的Super Region 刚刚开始上市 而且股票正在大涨 在这个时候 如果多传一些 负面消息的话 我很怕会影响到股市 这次是 现在我们的新闻 警察在这边 警察在这边 就要上市公司 我们是一边的 还是要上市公司 那么多传奇 都要上市公司 便会有所谓 对 不过 可不可以 那她的警察 请不得了 一边 请不得了 女儿 对 我们就融下他 回公司 找一个不重要的闲职让他做 把他留下 ип 大 好 我 我会想起床 喂 是潛台吗 我是1311房间 我的淋浴喷头坏了 帮忙来修一下 喂 你好 对 你说什么 喂 你说 大声一点 你又来干嘛 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你不是想要留在恒寿吗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你可以来恒寿实习了 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如果你无法度过三个月 事有期的话 你还是要离开恒寿 你还需要 身材没什么好看的 就不要穿成这样 随便让人家看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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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打赌 多给他派点丧活累活 不愁他不走 您看我出的这招啊 准灵 这是谁打扫的 那么干净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早 两位好 请多多关照 今天办公室可真干净啊 是啊 是啊 这平常都是我们给别人打草卫生 这今儿谁把我们这打草得这么干净啊 这是哪里又来了个田螺姑娘 真干净啊 大家都别吵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来的同事 林维玲 大家好 我叫林维玲 以后会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请大家多多关照 你就是那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人 先生吧 长得真的很清秀啊 上班时间不要乱聊天 好严肃 林维玲 你先去换制服 然后再把外面的五十桶水 分发给各部门 五十桶 你是新来的 应该借这个机会 熟悉一下业务 咱们用那边的手推车吧 张小雨 你的工作完成了吗 反正我今天可以干完的 威灵 我们走吧 我去换件衣服 好 威灵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叫你干这种立体活 你还笑得这么开心 没关系 都是我一 没事吧 威灵 你 你扫什么 你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 我没看清 那 我陪你捡衣服吧 不用了 我自己洗着好了 不用钱的 你就收着吧 芊羽 我等一下去拍Super Vision的广告 很快就拍完了 不用了 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吧 威灵 刚刚你撞的那个就是徐冉 我们公司好几个产品 都是她代言的 听说啊 她还是胡总的绯闻女友呢 看她们刚刚亲密的样子 应该没错 那我先走了 威灵 威灵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刚接到通知 胡董事长 让你到三楼会议室呢 你看看你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等一下 卫玲 怎么把衣服弄湿了 你的发甲能借我用一下吗 嗯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 走吧 威玲 威玲 你看到了吗 刚刚李总对我说 你可以把夹子借我用一下吗 我都要被融化了 哎呀 你怎么还在这儿愣着呢 快快快 到婚姻室去 快点走 哼 非常感谢 各位媒体朋友的光临 您稍微感谢 来 有答应 开心 是不是 就像老师那样的 老师在我身上 我视她为己出 我把她从小带到大 我们的关系情同母女一般 现在为零学生回博 我正预备把她借回家一起住 让我们重新过上团聚的好日子 与此同时呢 我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能够把你们的注意力 全部放在恒盛的新产品 还有恒盛的周年庆典上面 好吗 非常感谢大家 贝勒 别慌了 我们回家好了 帝总 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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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盛在您的领导下 真是蒸蒸日上 胡董 客气了 谢谢大家的花奖 林律师 麻烦你帮我送一下媒体朋友吧 好 麻烦各位先回吧 谢谢 好 谢谢 好 再见 馨姨 谢谢你 我们一起回家吗 好吧 你看你看 好恶心的画面啊 好 正好女女的感情好深呢 好 走吧 谢谢 谢谢啊 你的行李呢 都已经收拾好了 一会儿司机会送你回家 我现在去办事 别跟着我 来 请 请 回来了 好久 我怎么感觉还不够久啊 有些人呢 真的是恨不得 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 你还是住你以前的房间吧 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行李在这里 自己拿吧 去吧 梅姨 你有没有在我行李里看到一个音乐盒 什么音乐盒 就是水晶座的一个旋找木马 搬行李的时候 师父不小心把你那包掉地上摔碎了 我替你扔了 扔了 扔到哪儿了 废话 垃圾还能扔到哪儿啊 扔到外面垃圾箱了 你干什么去啊 你干吗 师父 我有东西掉在里面了 你让我找一下好不好 什么东西 我这上面都是垃圾 我拜托你了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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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卫林 怎么了 我的船长巫马在里面 你让我上去找找吧 不行 这上面都是垃圾 这袋子里 你干吗 钱全都给你 这上面都是垃圾 东西我一定要找到 这样啊 让开 来 快点啊 我们等一下交班了 我走 你想不到我提起你 都是美好 有个愿望 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你 你知道吗 我只记得那句 不要担心还有我 所以愿意不去寻觅 另一个代替 原谅 原谅你的不解 原谅像从前为改变 是我临终坚决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原谅是未经验 我们拥有彼此的时间 原谅 原谅 我不是故意要帮你 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会 你为我胡家讲情讲义 借你回来是为了欺负 我想像从前为改变 是我要的情节 原谅 原谅不是错线 爱的一种神仙 是战墓会划工的错纪 你眼睛瞎呀 你这么着急干吗去啊 干着投胎吗 你怎么进来也不知道换拖鞋啊 看你把这地弄得 一定都是水 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你掉沟里了 我说你呢 听见没有 陈衣 芊玉啊 你怎么也临成这样啊 没事 只是有些受量 帮我熬碗姜汤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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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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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